最近又有很多兄弟们问我该怎么打怒手 又有什么英雄比较好打 说句实话 打怒手基本就是每个上单玩家的背修课 因为怒手这根英雄实在是太常见了 基本上打三把就越了一把 有很多的玩家看见对面选怒手了 就直接选一个万豪武器剑接这样 跟他拼操作的英雄 说句实话根本没那个必要 就俗话说得好 我可以跟你10-0开 为什么要跟你5-5开呢 所以说又是在最近啊 你说巧不巧 我又发现一根英雄 这个英雄是真的好打怒手 这个英雄操作特别简单 直接爆杀怒手 首先啊怒手W可以留人 所以咱们的W必须也可以留人 怒手的Q技能可以回血 所以咱们的Q技能必须也可以回血 怒手的英雄可以Q闪 所以咱们的英雄必须也可以Q闪 没错 这个英雄就是大... 橘子 那有人看到这儿可能会说了 啊你怎么又在这放屁啊 全部该怎么Q闪你告诉我 OK我们开球游戏一种教学 天赋带带帐帽子包包 下车用今天就行了 还是一样 开局啥事不用干 直奔上路厕所里 就往这一蹲 哎 舒服 然后直接奏乐 这里弄手过去了 九闪目打的时候要最有点 就是一击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打 九闪目一击特别弱 说句实话 和狗头差不多 一击不要打 二击不要打 三击如果一到的话 冰险有墓碑的话可以打 咱们就要蹲着 等球没出来就行了 一击的话 学姐可以吃一个冰 等弄手出来了 咱们再出来 等球没钱差不多了 再丢一 OK 吃到一个冰 我们赚好吧 前期不要吃冰 就关闭剑就行了 他压着他压 无所谓 有很多人都是因为前期没处理好 所以说被压了一整局 还是那句话 前期不要打 等球没推过来 咱们吃冰就行了 这里终于到三级了 咱们现在 营丝弄手的跌了 先不要急的打 先撒这个墓碑 他拉战了 白事 杰力无益 呃 意外了赶紧走吧 这个意外能意外要输 什么没想到 但是白事 咱们等下个意外 他已经死了 咱们现在有四个墓碑 那么 他这个血量 已经到我们的两线了 可以秒了 咱们等下 ECD 一好了 杰征个E 打主关注 AQ砸一下 然后杰再让他脸上打 咱们这四级 五个人追了 一个人揍 他跑了 继续追就行了 再一讲 差不多了 杰杰力打死 就很简单 没从操作 绝母打的时候 是真的好打 这就是绝母 前期未走 狐击杀好吧 这里我会想把冰 吹起来走 但是那时候 杰过来跟我打了 这个时候不要慌 咱们要小兵队里拿 直接丢E W关注 他杰了 白色 咱们直接 双移动 哎 舒服 这次回了现场 这个时候是回推线 这个时候千万千万千万 不要召唤小鬼 召唤小鬼的话 容易推线 推线的话 就不好杀了 咱们先维持兵就行了 吃完兵了 召唤小鬼 那么 他这个血量 已经到我们的 现在两k秒了 他过来直接用E 一歪了 白色Q一下 差不多了 W关注 再开打 他那咱们不要慌 直接天脸上打 直接取一欧弄手 6打1公平经济好吧 直接探一个打死 这波还是有点失误 但是还是给他杀了 中途登手翻面了 丘弥亚剧翻野 然后被打死了 这波弄手即死 咱们直接吃了 整整两层打笔 这波打完便没有回家 因为我正好 差了300块钱买装备 你说瞧不瞧 正好300块钱 那怎么办呢 那只能不能弄手借了 直接天脸上争个E 杂禄关注 他丢闪的话 这波就不追了 这波一直可惜啊 差点就借了钱了 但是不碍事 他没闪了 咱们下波再为他借 咱们不要急啊 先等下进灯CD 顺便攒下墓碑 差高钱了咱们靠近点 这个时候对面打野来了 不要慌 咱们直接争议Q杀一下 打不关注 直接闪线给他打死 对面人马开大了 这波没办法了 这波一灯对CD跑不了了 没办法只能给了 这波一切都是可惜啊 人马还差了九地血 但是不碍事 弄手已经完全打不过咱了 再次回来现在 已经随便打了 打动手的话 建议学3DW 咱们先打小兵攒墓碑 三个墓碑差不多了 贼正义 一到了靠近点 W关注 直接T了人跟他打 他现在完全打不过咱 这波一点失误啊 W放塔了去了 要不然应该可以秒了 但是不碍事 他这个血量已经可以杀了 他这波肯定不回家了 他回家的话 他塔就没了 咱们把小妹推过去 跟他拉扯了一下 差不多了 直接AQ打死 就回进来 没什么操作 现在就随便杀了 出完塞尔达的运恨 就随便打了 就开始10-0开了 咱们大伙先不要放 就供应他 咱们过来再放 咱们假装补兵人数无害 咱们过来的时候 直接开大 直接召唤一架老小揍他 咱们W先不要开 咱们丢闪 一只年打就行了 他被减速了走不掉 他闪了咱们直接闪一扣打死 剩下的就随便杀了 那看到这肯定又有事 要被汇奔了 哎呀 我实在不喜欢 全部怎么办呀 没关系 我这还是有一个普兰臂 这个英雄操作 还是特别简单 这个英雄就是 大熊子 OK 我们再开游戏 再进入小学 天花在天宫 护动门机害股 下次跟着就行了 还是一样 开局啥事也不用干 只不然上路 散逃离 就往这一蹲 哎 舒服 出门张出 盾上剑 学Q 他有信任的话 AQ杂云直接跑 不进的话 咱们都小兵出来 如果那时候在生命中的话 咱们一级直接蹲的时候就行了 狗群打的时候的话 一级可以直接打 基本上是打 不是打到死 一级消耗一下 他过来的话 拉扯一下 摸一下 OK 被他害股破了 这波稳转 跟人都说打 这时候不要直接打 先打水冰 叠被动 被动满了之后 给打比较好点 他没技能了 咱们先打水冰 叠被动 Q不要乱防 一定要捏着 然后假装吃兵 找机会 差不多了 靠近点 AQA 打转弓直接跑 这时候千万不要回头A 直接走就行了 这波换鞋也稳转 这波弄成长级了 他散了凶展 但是咱们也快两级了 直接走过去A 还击展兵 然后再打下 弄手把小兵垫死 两级了 击缺W W标记一下 Q不要先放 刘斩杀 差不多了 直接AQA打死 就很简单 没有什么操作 弄手背下一次 对线基本结束了 再次回到现场 我们搭机去翻页 然后被消住了 偏了弄手一个闪 那弄手没闪了 就好悦了 总弄手过来 吃泡车的时候 先打一套 直接放入了A 拍住了W 以后再一下 中一 OK 那他这个血量 已经到我们展现了 可以秒了 小兵同学还是一样 先AQA去别动 OK 他把A交了 就已经死了 怎么假装A 差不多了 一口两块就 打到A口再一下 再一下 再一下 再一下最大刺 才能出去了 哎 真的说 完全不知道 什么要输出怪啊 JK他秒了 他没反应过来 再次回到现场 他已经没有吃兵的资格了 他敢吃兵就揍他 我操你嘛 打不三下直接走 他给拉子人 直接关联火 差不多了 JK他 落地W 有错了 但是 白事 咱们直接出移动 哎 舒服 打不出的话 W起手 EK我先不要放 他过来就打路要一口 他烂打完了 白事 这次先不要放 先A他一下 他过来就再打路要一口 看见了吗 弄手用三个技能 咱们只用一个技能 他换血还没换过载 知道该没谁吧兄弟们 这波特别大了 他这个血量 赢到我们展现了 可以秒了 他自己把屁股伸过来了 咱们先打一套 OK 他的血量可以秒了 咱们等一下进到CD CD好了先退过去 这里其实无瑕疼才越了 但是对面打野来了 那没办法的才越吧 直接EKWP中 RDW一口 中一 关键火就烧死了 这波不是真没办法了 对面打野锅下早了 要不然给神个点火了 再次还现了 往前一站 帮他吃兵 这弄手神就不切了 被杀了好几次 还以为自己能秀 在局队的素质面前 任何操作都是徒劳的 再次回来现场 真的是随便打了 他这个血量 已经到我们南线了 可以越了 咱们先把兵推出去 他也敢发表情 那不好意思了 咱们先打熊兵 循璧洞推卸 真的说好像真神热不清了 直接过来了 咱们直接EKWP中 打脸以后再也想 他拉在完了白色 JK大 一定给他拍死 还是那句话 狗熊现在有优势 塔下满险就得死 最近又有很多兄弟们问我 新版本狗熊该怎么出众 我自己也是打了几天 研究出来一套出众 就是裸神分聚酒 然后随便出个鞋子 这套装备 三件的时候最屌 伤害超级高 而且轻人Z块 就是有一点点脆 打团的时候 基本能固定秒一个 这波动手来了 他不可能一个人过来 上面他后边肯定有人 猴子来了 咱们先W标记一下 被拉了本身先打猴子 直接一口人拍住 空中没了就开大 落地一口 W的就要死 露出最短不要慌 咱们先拉一下 把旋徒拉断 旋徒没了 最后都打不了一口 再一下 再一下打不强攻 JK大叔追塔 一速过了 不用闪了 谁拍晕 W的就直接要死 这套出众伤害巨高 你们可能都没开出来 他们猴子发育活差不多 但是他还是打不我 知道该没谁了吧兄弟们 第三件看中的阵容 建议出绑甲或者联机罐 加一速的防止被溜 第四件建议血手 武教的时候差不多这个样子 最后一件 看你心情好吧 说什么都行 最后 教你们一招 你们一直想学的 升力动啊 这招其实很简单 首先啊